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还想吃什么 自己点啊 我让你嫂子早点买菜 唐惠玲并艳艳地刚回到家 就看到老伴高建荣窝在沙发上跟人视频聊天 说到高兴时手无阻导 笑声差点冲破天花板 不用说 高建荣又在大包大揽 请兄弟姐妹们带着家人来吃年夜饭 唐惠玲心里难受 他不想搭理高建荣 只想赶紧进屋躺会儿 谁知高建荣却并不打算放过他 他追过来 你怎么才回来呀 没看见这还有个活人呢 你亲老公到现在还没有吃饭 你知不知道 高建荣高大的身子就像一堵墙 堵住唐惠玲的去路 把他往厨房的方向逼去 唐惠玲没力气跟他吵 转身到厨房给他做了碗西红柿鸡蛋面 他正准备回屋躺会儿 高建荣却喋喋不休地跟他说起年夜饭的事 唐惠玲做了个深呼吸 心平气和地跟高建荣商量 今年能不能各吃各的 或者到外面吃 他实在没力气弄几十号人的饭 高建荣托木星子喷了唐惠玲一脸 那怎么成 过年就图个热闹 做顿饭能把你累死还是咋的 今年早点准备 别给我掉链子 高建荣上下嘴皮子一碰 说得轻巧 唐惠玲却打了个寒颤 他扯下围裙一丢 气冲冲地回了房间 还把门反锁上了 留下高建荣在外面高一声低一声的谩骂 唐惠玲又一次萌生了离婚的念头 唐惠玲今年55岁 嫁给高建荣30年 也伺候了高建荣一家子30年 高建荣兄弟姐妹四个 他是老大 把长子长兄的责任发挥得淋漓尽致 确切地说 是把烂摊子揽下来 转嫁给妻子 婚后第五年 婆婆中风了 从此瘫痪在床 都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 兄弟姐妹几个轮流伺候了几天 都开始叫苦连天 躲着不回来了 高建荣冲到唐惠玲的单位 他自作主张替她辞了工作 把她拉回家 一顶掌席的帽子压下来 要求她全心全意伺候老娘 其他的兄弟姐妹也纷纷复合 说嫂子劳苦功高 说嫂子贤惠善良 还装模作样的拟了个方案 说嫂子出力 他们出钱 每家每个月给嫂子补偿多少钱云云 那时候的唐惠玲恋爱脑 看高建荣 怎么看怎么顺眼 也舍不得让她为难 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从此 一个叱咤风云的职业女性 彻底转变为围着灶台和男人转的家庭主妇 至于其他兄弟姐妹说的出钱 也就是嘴上说说而已 倒是逢年过节 他们打着孝敬老妈的旗号 一窝蜂式的蜂涌而来 拿点不值钱的东西 胡吃海喝 比在自己家还自由 后来 瘫痪十多年的婆婆走了 唐惠玲以为可以歇歇了 只要照顾好 他们一家三口就行 再也不用起早贪黑 伺候一家子了 谁知 高建荣却说 妈走了 家不能散 兄弟姐妹们得像石榴子一样抱在一起 所以 每周末的家庭聚餐不能少 不管谁过生日 高建荣都会出头 把所有人请到家里来吃饭 特别是每年过年 因为祖先的牌位供在高建荣家 所以 每年年三十 大家不约而同的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 二十来号人 四仰八叉的躺在沙发上 看电视吃瓜子 就唐惠玲一个人在厨房洗洗涮涮 煎炒烹炸 最后 人家嘴一抹走了 留下满屋的狼藉和堆满灶台的碗碟 高建荣还在那不停的数落 嫌饺子馅儿咸了 嫌排骨硬了 嫌给外甥女家的小姑娘没给压碎钱 唐惠玲想想就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感觉自己一辈子都要埋在那一罗罗的碗碟中了 女儿考上大学那年 唐惠玲第一次郑重其事地向高建荣表达了反抗 说她伺候老公孩子是她的义务 但是她不想伺候别人了 叫高建荣以后别把其他人喊到家里吃饭 唐惠玲还找了份商场保洁的工作 过年期间不休息 还发三倍工资 谁知高建荣却好像听不懂人话 到了初夕 他一个电话 兄弟姐妹们乐呵呵地脱家带口过来了 支起麻将桌 自顾自地搓起来了 高建荣还又一次替唐惠玲辞了工作 把他从上班的地方带回家 塞进那个暗无天日的厨房 兄弟姐妹们 甚至小一辈的侄子侄女们 纷纷讨伐唐惠玲 我大哥好歹也是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 你找个保洁的伙 不是打他的脸吗 你一辈子没有上班 就在家做做饭 洗洗衣服 多少人羡慕都羡慕不来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那一刻 唐惠玲第一次动了离婚的心思 这样的日子 他再也不想过了 但是 想到女儿才上大学 如果父母离婚的话 对他将来的工作和婚姻都有影响 他又把眼泪憋了回去 顺从的忙起来 但是 不管唐惠玲怎样贤惠 怎样付出 在高建荣眼里 始终只有他自己 以及自己的兄弟姐妹 他从来没有把妻子放在心上 就拿这次的事来说吧 前段时间 唐惠玲83岁高龄的老母亲因病去世了 作为女婿 高建荣为了避免感染 自始至终都没去探望一下 唐惠玲忍着悲痛送走了老娘 她正在需要安慰的时候 高建荣却只有埋怨 高建荣埋怨唐惠玲伺候老娘的时间长了 还说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唐惠玲不是有弟弟弟媳吗 哪有让外嫁的女儿冲到前头的道理 害得她连续吃了十几天的外卖 还说 腊月十六她二弟生日 五十岁的整寿 本来是要大半的 唐惠玲没在 都没好好过 她还自作主张地替她揽下了做年夜饭的活 这一刻 唐惠玲是真的寒心了 也真的大彻大悟了 人生短短几十年 她已经把前半辈子搭给了这个自私的男人 不能再把后半辈子搭上了 剩下的日子 她想做自己 别的不说 今年的年夜饭 她铁定是不做的 谁爱做谁做 大不了离婚好了 一日 唐惠玲刚走出卧室 高建荣就迎上来 她不依不饶地跟唐惠玲掰扯起来 质问唐惠玲这是什么态度 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 在娘家一待就是两个星期 回来还摆着一张臭脸 给谁看呢 高建荣的嘴一张一合的 就像一条泡在池子里的鱼 唐惠玲只觉得耳边一阵舔躁 她歇斯底里地吼了起来 高建荣 麻烦你搞清楚 我妈死了 我没心情 伺候你们一大家子吃喝拉撒 也没心情给你弟弟过寿 你做女婿的 丈母娘死了 你都没有去探望一下 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你也不怕别人戳你脊梁骨 吃吃吃 你就想着吃 你自己是没手还是没脚啊 少吃一顿 能饿死你啊 唐惠玲说着就嚎啕大哭起来 这些天太压抑了 她迫切需要一个出口宣泄一下 高建荣却并不想做这个树洞 唐惠玲说一句 她有十句在那等着 说什么 你妈都那么大年纪了 生老病死再正常不过了 你总不能因为你妈去世了 就不管我们了 就不做饭了吧 我们老高家兄弟姐妹们团结 每年一起跨年 每周一聚 谁不羡慕 长嫂如母 兄弟姐妹们也是给面子才来的 你不张罗 谁张罗 离婚吧 这日子 我过够了 高建荣讲起大道理来 滔滔不绝 唐惠玲说不过她 也懒得再说 直接甩出了杀手锏 啥 离婚 你一没工作 二没退休金 哪来的脸跟我提离婚 离婚了 你和西北风去啊 赶紧的 跟我道歉 然后麻溜去准备年夜饭 要不然 撤婚就真该离了 离了你 我随便找个三四十岁的 你嫁给谁 还不得伺候人 高建荣往沙发上一躺 优越感爆棚 话敢话的挤兑唐惠玲 唐惠玲气不过 转身回屋 收拾了几件衣服就出去了 身后传来高建荣 气急败坏的声音 今天你要是敢走出这个家门 就不要再回来了 唐惠玲拖着行李箱走出小区 来到公交车站 却不知道该往哪走 娘家妈走了 这会儿回娘家肯定是讨人闲 她做家庭主妇多年 连个可以说话的朋友都没有 万般无奈 唐惠玲给女儿高敏打了电话 高敏大学毕业后 留在了兰州 找的老公也是兰州的 离老家县城开车不到三个小时 听到老爸把老妈赶了出来 高敏气不打一处来 再一听老妈被赶出来的原因 高敏恨不得插上翅膀 飞回来给她撑腰 因为这么多年 太早就不满 她老爸和叔叔姑姑他们了 高敏当即在网上 给老妈订了酒店 让她安心住下来 说她明天就来接老妈 这次一定要给老爸一个教训 第二天 高敏和老公驱车三个小时 大张旗鼓地接走了唐惠玲 高建荣还在等唐惠玲低头 她大言不惭地跟人说 不出三天 唐惠玲就得乖乖回来伺候她 谁知 唐惠玲一言不发 跟着女儿去兰州了 高建荣这下才慌了 这么多年 她被伺候得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连壶水都烧不开 大过年的 没有唐惠玲的操耻 家里冷锅冷灶的 外卖小哥也下班了 高建荣只好泡了一桶方便面 而同一个城市的兄弟姐妹们 都陪着各自的妻儿老小 一家子 团团圆圆 热热闹闹地吃年夜饭 连个电话都没人给高建荣打 直到这个时候 高建荣才体会到唐惠玲的好 怀念起他做的家常菜 他放下面子 主动给唐惠玲打了个电话 想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谁知 电话却没人接 高建荣没来游到慌了起来 好不容易过完了年 高建荣正准备到兰州 去接唐惠玲 唐惠玲自己回来了 高建荣又端起来了 他板着个脸 等唐惠玲主动跟他说话 唐惠玲并没有搭理他 他走出走近的收拾行李 大到衣服鞋子 小到顶真投箍 一样一样的往行李相塞 好像不再回来了似的 高建荣憋不住了 他一把抢过唐惠玲的箱子 问他到底闹够了没有 唐惠玲却平静地收拾着东西 还甩出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原来女儿那边有他公婆帮忙带孩子 他也帮不上忙 唐惠玲就在兰州找了一份住家保姆的工作 给一对八十岁的老人做饭打扫卫生 一个月四千多 那对老夫妻让唐惠玲明白了 原来家庭主妇也是有价值的 也是值得尊重的 虽然离婚并不顺利 高建荣死活不同意离婚 但是唐惠玲还是从那个牢笼一样的家里搬了出来 他还用做保姆证的钱 给自己租了一间小房子 好好打理一下 也是一个温馨的家 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就像那个开着房车旅游的苏敏一样 接下来的日子 他只想做自己 哪怕过得穷一点 苦一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